我们继续讨论陈明通 因为这个他到底是陈局长呢 还是陈教授 刚刚我们的几位专家已经分析说 他绝对不会被换掉 他会继续的留任 因为今天已经有这个 有没有看到 有媒体帮他写的 他这么的专业 这么的厉害 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精准分析 来张老师 情报头子 这个国安局长是情报头子 是有将无兵 他所有的是所有的情报的汇流点 所以侦测到飞弹 基本上是靠雷达 以及相关的电子科技的 这些的装置 侦到的时候是一律 要向他去回报 可是他那时候在当陈教授 所以他没有空 在外面去布置了 大陆上去布置了谍原 回来的谍报 也是要向他回报 所以他是一个统合点 他是一个武林盟主 各方来报 所以他知道的最多 但是在知道的最多 这个是必然有 所以这个记者写这个话 根本就是 他的所有东西都是被告知 他请问一下国安局有没有雷达 没有嘛 对不对 雷达在谁的手中 在国军的 在国军的手中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所以写这个报道 真是既离谱又失常 而且毫无专业可言 显然放话 所以你看邱国阵 是不是真的很倒霉 他的雷达 他的国军 他那个战机那时候一直被必须要不断的一直起降一直起降 然后他的雷达也侦测到 然后他要去跟陈明通回报 但是就现在被换掉的是邱国阵 那这是犯话 对知道不知道 对话对外要不要发言 不是国防部能够做主的 全部都是上面啊 开完会议告诉你发布新闻 你知道 这个或者不发布新闻 所以国防部别的没有 就是打落牙 这个祸血吞 这个本事最强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军人不就是这样吗 对 这本来就是嘛 对不对 这个we never ask why we only do and die 就是本来就是如此嘛 但是问题是今天他把矛头对向的邱国阵而言啊 是邱国阵是本本分分 按照这个总统的 这个是战略指导 好我们现在检讨啊 这个就是说 所有的兵役延长这样子一步一步来做 而且按部就班来做 但真正应该在行政的部门中去主持跨部会协调 那个叫行政院 行政院在那边毫无动作 那只是在那抱怨 说因为你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的政治票房 然后年轻人都不投我们 但是问题是 这是一个你要面对的问题嘛 那不是说今天 谁把这个话讲出来就把谁干掉 那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所以陈明通暂时不下台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猜测啦 就是有可能邱国阵被换掉 有可能陈明通不下台 但是倒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动向 就是那个请辞内政部长的徐国勇 他身体不松垮 身体不好 所以请辞 请辞之后他重招就会当律师 当律师 而且他现在接下了民事的 这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的工作 同样跟我们一样都是主持人的 他现在 而且呢 他顶的这个时段就是当时 周玉寇的时段 那就阿姨回不去了 阿姨 姐姐回不去了 好那我可能要问一下这个媒体人 凤欣姐 你怎么看这个徐国勇入主民事 去主持政论节目 是不是也是这个 或是他以前主持过 对他以前在三年主持过 没错 他确实以前是主持节目 对他来讲并不意外 对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表示说 他其实要回到律师这个行业 也很困难 没错 现在谁敢找他打官司 所以呢 还是到荧幕面前 那当然知道 这是很吃收视率 不过这收视率 我相信后面有制作单位 帮他去 去这个协调 不过你接这一个时段 我觉得唯一的就是 是不是因为之前的那位姐 他比较没有办法受控制 所以这个时段 这个人比较可以听话 我觉得后面会有好戏可以看 可以好戏可以看吗 对 因为如果真的 我像就以我了解 周一寇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如果他真的什么都没有 当然现在是以 这个来宾的这个身份 你比较吓我 如果说他真的是 在这一个领域当中呢 他失去了他的舞台 我觉得激烈的活动 都会有出现的 这些都是可以 你是指原先的前主持人 是是是 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去 那我觉得这个 现在讲都太早了啦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 再也没有什么正媒啊 什么各方面 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 这样的区分 他要去就看民众接受不接受了 看他能够吸引多少 民众的支持 或者是他这个节目 有没有可能就直接是变成 所谓这个菜苏执政的 一个传声筒 这很难讲哦 因为他跟苏贞昌真的不合 他跟苏贞昌真的不合 所以他可能会 帮蔡英文讲话 但是一直骂苏贞昌 这也蛮妙的 民社节目如果一直骂苏贞昌 我觉得应该蛮好看的 民社还很难讲 我们现在在观察一阵子 因为你不确定说 这里面主导议题的人 究竟是徐国勇本人 还是制作单位 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OK 了解 那我肯定要问一下亮哥 亮哥因为这个 你刚刚已经讲了 郑文燦应该会去俯嘛 对不对 可是呢其实对蔡英文来讲 他最喜欢的三个人 据说就是第一名就是文燦 第二名叫小智 第三名是美琴 你怎么看就是这三个人 小智可能要藏起来啦 小智先藏起来 一定要到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因为他很容易变成焦点 OK 因为他太帅吗 不是如果这样的人还被重用 那你去想一想那个 民众党跟国民党会怎么打嘛 对不对 那小美琴我认为他最有可能的是 跟吴钊燮对调 然后回来慢慢适应 然后准备当副手 所以呢 小美琴会是蔡英文放在 赖清德旁边的一个 也不是老师 因为赖清德本来就对国际 没有小美琴熟嘛 那你一定要过美国那一关嘛 是是 再来帮你 可是你觉得赖清德会 愿意用蔡英文的人马吗 小美琴半个新草人 对 所以小美琴还算 他两边都是 他两边都是 所以赖清德还可以 蔡英文虽然很喜欢小美琴 但他并不太是那个 百分之百的英系 我觉得那个情况是不一样 你去看他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的过来的这个过程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开始受重用 我不觉得他是特别的是说是 因为蔡英文而受重用 他比较不适 所以可能到时候 如果真的这个赖清德要选总统的话 可能还要以众小美琴 因为赖清德也没人呢 他真的需要小美琴 他真的需要小美琴 因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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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立军不愿意啦 郑立军不愿意嘛 郑立军 但是郑立军应该会是他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幕僚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他去帮他登记 那郑立军跟苏贞昌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 哦 郑立军跟苏贞昌的关系 他那时候怒辞文化部长 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没错 所以苏贞昌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啦 几乎全党 全部全党都得罪 但他还是不肯走 不是他没有 没有人可以取代 没有人可以取代 那陈建仁呢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也在讨论说 其实 蔡英文最鼠疫 下一任去选总统的 并不是赖清德 肯定不是赖清德 陈建仁你如果现在摆在隔盔 这个位置 就立刻进入内战 就是 其实陈建仁一直都只是 蔡英文的棋子 是这样吗 当然啦 就是他只要拿他来卡 赖清德而已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大概连这个 连这个能量都没了啦 陈建仁连这个能量都没了 因为输太多了啦 这次消耗完毕 就是蔡英文输太多了 所以他的那些很好的形象啊 等等 已经 甚至是 清新的形象 那些专业 来洗政院 让大家咨询高端吗 哦哦 我想 大家要去看一下 就是说 总统府曾经开过一次 选后的善后会议 而在那个里头之中 陈建仁以及郑文燦都没有出席 没错 那天那个就是 最诡异的连李大为啊 就是说到底是哪个系统来召开了 所以那个会议才真是党政不分啊 这个柯 就是这个柯建民去出席的会议 他说是这个选后对于国家安全的会议 但是到了最后 却是真正的要脚 这个郑文燦 还有啊这个 陈建仁都没有出现 嗯 这个会议再跟大家说一次 应该是在 12月4号的时候 蔡英文开的 有赖清德 有苏贞昌 不意外 顾立雄 因为他是这个 国安会的秘书长嘛 柯建民来了 陈其迈 陈其迈是因为党 他代理党主席 所以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 郑文燦没有出现 这里头最怪异的时候 是他找了总统府发言人出来 表示有私联这个指示 结果你用的是总统府发言人出来 总统府秘书长却没有参加这个会 你就知道这个会议 根本是党不党正不正 这是他自己想开会而已 哈哈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讨论这个苏贞昌的议题 讨论的差不多了 感觉他就是不想走嘛 我就想留 对不对 我非要留 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邱国正不认识的吴怡农 我们正式跟邱部长说一下 邱部长跟你报告一下 在这里小妹跟你报告一下 吴怡农他要参选台北市 这个立委补选 也就是讲万安留下来那一席 你可以认识他一下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国防的意见 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可以跟你讨论一下 我们来讨论台北市的补选的部分 宏威确诊了糟糕 汉婷你怎么看宏威确诊这一段时间 吴怡农是不是应该要把握机会 好好的来讲一些正常话 对不对 当然先祝我们宏威姐能够顺利康复 然后并且能够继续的 回归到选战的阵营 然后顺利的高票当选 那当然因为讲到确诊 我非常有经验 所以当然也祝福宏威姐能够平安健康 好了记得先前在选前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候选人 那因为在也是确诊 然后在居家隔离当中 所以没有办法亲自出门拜票 那就透过助理拿的iPad的方式 或者拿的电脑的方式 然后沿接的一样是在扫接拜票 那效果也是非常的回响还不错 因为选民也觉得这个形式也很新奇 而且其实目前在媒体的一个关注度来说 宏威姐就算确诊 他会休息两三天 但相信各种的话题跟延烧 一样是在持续 所以对宏威姐不见得那么的不利 而且在克服病毒之后 说不定也会在形象上有一些加分 甚至对选民来说会更加的感动 那不过当然因为目前听到的消息都是轻症 就是简单的咳嗽跟发烧 那希望能够在过几天之后 就能够顺利的康复 那谈到说吴亦农到在对方 稍微休息的这段期间 他会不会有一些惊人的发言呢 那不过不是惊人正常的发言 惊人的发言肯定有 那我说正常的政策肯定是没有 毕竟吴亦农也可以目前来说 算是在草包界跟农包界来说 也是相当知名的人物了 在这个万钧丛中 然后得罪媒体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那么目前提到 又提到了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主持人先Cue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讲 对我Cue一下 好让我来Cue一下 吴亦农趁着这个王鸿威确诊的时候 他今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的记者会叫做儿童教育政策 那事实上鸿威姐在你们议会 他其实也是教育委员会 对对对他当时也推动了所谓 双语实验学校这件事情 这一张图喔 你看你不要说王鸿威 王鸿威虽然现在在确诊 可是你看他的团队是非常有站立的 立刻把他的这个图都整理出来了 当时他提案 对2018年的时候 他提案说要双语学校 哪些提案的议员 然后这个发文的暗号是什么 然后执行的情况是已完成 可见王鸿威是有团队在做事的 但是吴亦农偷偷偷说一下 这个是谢寒冰爆料 说吴亦农的团队落跑的落跑 走人的走人 因为觉得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所以这个现在吴亦农是自己在选 好像几乎没有人在帮他选 亮哥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 真的喔 本来大家认为 所以已经没有人帮他出脑了就对了 出脑 出那个脑力 你对没脑的人怎么出脑 这个 不知道他 你不要骂得那么凶 我跟你讲 他讲那个松基千怡 党内没有任何人支持 真的耶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 大家应该是叫做傻眼吧 我2008选这一区 我就提过这个证件 李议员2002年选市长 也提过这个证件 国防部交通部都反对 姚文志 然后姚文志再提 已经换了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已经执政过两次了 还是反对 他还要提 这种人谁受得了啊 所以他是中文不好没有读历史 可是他谷歌的是零分啊 他不会Google 他连这个议题谷歌一下他都懒 糟糕了 真可怕 可能要跟 赶快跟唐凤上一下课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不只要跟邱国政补课 他要去跟唐凤补课 唐凤都是外包的啦 哈哈哈 但至少唐凤会叫他怎么Google 很难啊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的政策都是Google嘛 因为他今天提出来这些 这些所谓这个儿童教育 什么双语政策 人家早就在做了 连于北城都看不下去 跨从桃园跑到台北说 你要开骂啦 讲这个没用啦 叫他要开骂 可是人家说 然后他说我不要骂 对 他说他要打清新的 正面的 温和的选战 对啊 那我们就 1月8号在送别骂 在送千里之外这样子 那一首 我再请我们的记者 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了 他现在已经在那一段路上了 是不是 好 这个吴怡农呢 到底有些哪些惊人的谈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他一开始的人设 因为他曾经担过什么陆战队 还是什么特战是不是 特战部队 然后漏鸡肉 服过B役 然后外表真的真的帅 然后身材 然后曾经在高盛担任过BP 所以感觉一开始的人设是 又有脑 又有身材 又有脸蛋 这是一开始的人设 但是后来 在叫你是不是 你要不是说又有脸 然后又有脑 其实是汉庭 对 就后来证明是汉庭 好 谢谢 好 我继续好不好 你不要突然打扮我这样子 所以他一开始的人设是这样 但是呢 从他上一次跟蒋旺安选的时候 还勉强还OK 还过关 对不对 跟蒋旺安对战那一次 但这一次怎么大走钟 因为那次没有人注重内涵 只注重双帅对决 那是只看脸 对 所以结论还是蒋旺安帅 那时候是跟总统一起选 所以所有的新闻都是韩国瑜 你忘了吗 2020嘛 所以个别立委没什么新闻 除了双帅之外 所以一直没有人注重他的脑就对了 没有人注重他提了什么 所以这次他有开始要关心他的脑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 他现在认真看才发现 撞过台湾是要搞国土保卫队 是要搞城镇战 哇塞 所以把奉行给吓坏了 对啊 这如果搞得跟乌克兰一样 在我家旁边 这个当初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拿出一个瑞典的民房手册出来 瑞典的各社会说 那个叫做浪费纸张 这个事情还被我踢爆过 后来他在那边讲说 要这个就是这个就地抵抗如何如何 我就拿出地宝来做 这个假如进攻要哪边 这个花园挖战壕 客厅当碉堡如何如何 第二天 地宝的那个管理委员会就打电话说 张老师你高抬贵手 能不能把那个脸书那张拿下来 你会影响我们地宝的房价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这个这种这种就是所谓 焦土政策人人皆兵的方式 这个里头充满了很多的法理的问题啊 所以我看不是壮阔台湾 是壮破台湾 不是壮破台湾 他吓坏台湾啊 我们这种当妈妈的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他主张全民皆兵啊 全民皆兵包括我吗 是包括妈妈啊 妈妈要去当兵 是哦 那我的孩子谁顾 而且啊 他完全不考虑任何后期 对不对 你知道万一那个打仗 全民皆兵打到一半 是Panda 那个food panda 还是UberEat 对不对 你不能靠那个来送饭吧 对 那到时候就他们可以免疫 对不对 可以不用去当兵 我认为这里头里含的啊 就是说没有讲的时候 就是他当时有配到一个 就可以在家当兵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说 因为现在兵役要调整要延长 所以他必须制造一个人 我去服这个意 所以我就在家当兵 他是最主要是立 在家当兵那种感觉 让我好像想到二战时期 然后他有点离开后门啊 妇女在家有没有 聘那个逢军服啊 那种感觉 在家当兵 他进了想想 乌克兰战场是女兵上战场 是女兵上战场 他到底是要吓死多少人 他本来已经只靠女生投给他了 现在连女兵都被吓跑 人人武装全民皆兵不是不可能 但是那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 那个必须要上武打猎 平常的活动 也就是说生活的条件 要跟战斗条件去结合 所以在瑞士某些地方 那个地方平常就在打猎 所以那个地方确实是全民皆兵 但你不是说现在已经都市化的人 平常大家的生活就不是这样 你今天要全民皆兵 这基本上就是帮那些不想当兵人 那存心在开后门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 所谓国土防卫部队主管单位 不是国防部 他其实就是存心在开后门 好 感谢大家持续择定在我们 大新闻大爆卦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介凡 你没有看错不要转台 就是我 我今天不是千惠格格 是我来帮大家代班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全民皆兵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奉行姐觉得说 吴亦农提出这件事情来很不接地气 到底他不接地气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太接美气 然后所以就不接地气 太接美气不接地气 我不要注意一件事情 其实在美国内部的智库 他们其实是相信台湾的部分民调 其实我们在看到的民调是认为说 台湾民众很不希望打仗 所以一旦说两岸发生战争 其实愿意上战场的比例是偏低的 尤其是越年轻越偏低 因为他们是主要可能会上战场的这一代 可是呢 美国所看到的民调是部分单位所做的 特别的民调 这些民调包括了哪些呢 就比如说像是 这些独派的人士他们所做的民调 在那份民调里头 有七成的台湾民众说 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他们要上战场 所以你看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一边大概只有四成 另外一边是七成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仔细去看了那个民调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内容里头啊 就充满了暗示性 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中共这样子 这个这个这个毫无理由的侵略台湾 然后呢台湾的生活方式 即将要受到摧毁的话 然后在美国的支持下 你愿不愿意上战场 所以你知道他里面设了一堆的前提条件 可是这个数字就变成了在国际上面 台湾人比乌克兰还勇敢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某种程度的欺骗了自己 就像吴亦农这一些人啊 他们欺骗了要欺骗外面的人也欺骗了自己 你如果去问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想要提 什么国土防卫部啦 然后什么城镇站啦 他们其实并不想提这些事情 但是吴亦农因为没有经过选战的洗礼 所以对他来讲就觉得民调你看七成支持啊 那我应该一推出来就所向无敌了吧 对 加上我又很帅我也当过兵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跟地气上面 就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方式 其实已经距离那一个战争想象太远太远了 那我自己其实有点意外 就是说因为吴亦农在上次的选举当中呢 我觉得他就是被包装的太好了 被保护的很好的小婴男孩 他比林志坚保护的更好 那因为他后面有新潮流整个派系帮他操刀 脸书 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一种网路上面的操作 然后把他设定的非常的完美 他不需要讲任何话 他只要笑 他只要微笑就好了 他不需要讲任何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一段期间到现在 其实媒体如果真的有采访他都知道 他的草包的状况 其实始终如一 其实不是一天的事 对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并不是说过去他很好 怎么今天突然变笨了 没有 他从以前就是这样 我听媒体告诉我说 其实从以前就是这样 我有那个媒体的朋友 就是要请他录三分钟的说明这样子 就他可以录一个小时录不满这三分钟 因为就始终忘词啦 然后呢或者是说接不下去 自己接不下去 其实你不需要背下来 对三分钟一共是五百多次 你不需要背下来 你只要把他讲的很顺就好了 他就讲不下去了 所以就一直一直就是咖 一直咖一直咖一直咖 就整整录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好累 所以他也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是哪一台的记者这么倒霉 就钱不作了这样 所以余北辰也好 或者是梁文杰也好 不断的提醒说 吴云农你要攻击 你要攻击 你要攻击 那么吴云农说不行 这样子的这个选举风气 大家不喜欢 我提醒啊 你要攻击必须是有内涵的 没错 你说今天呢 王洪威去提到吴云农所提证 比如说松山机场签建事情 他说我在松山机场这么多年 旁边这么多年 我很清楚 他牵涉到国防 他牵涉到总统专机的问题 他牵涉到离岛的问题 所以他牵涉的并不是 你想象的说 有一个桃园机场 你这边就可以移过去 他没有那么样子的简单 你光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你 如果今天倒过来 用吴云农要去攻击王洪威 请问他能够说什么内容 就是你必须要有内涵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说服力 让大家知道说 哎呀我的对手提出来的政策 有多么的荒谬 这点我认为不是他 愿不愿意攻击的问题 而是当他要提出 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 他说不出足够的内涵 来讲这些话 就是他连攻击的能力都没有 攻击要有内涵 你攻击的背后 你必须要有很完整的想法 你哪边说错了我才能够去对症 下药的去说嘛 今天吴云农在提政策的时候 背板啊各方面的那些包装 包装的很漂亮 对不对 那可以公关公司做 可是如果你要去 批评对方的政策的话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 那你要有分析能力 要跟陈明同一样 要精准的分析能力 就至少要比朱凯翔要强一点点 或者至少要有凯翔九成的功力 这个要 所以吴云农现在只要跟邱国正补课 要去跟刚刚提到是谁补课 还要跟我们这个朱凯翔 布演了新闻台台长朱凯翔补课 凯翔加入我们第二个小时了 谢谢你 大家午安 你好 还有我们的严正胜老师 老师也请入座 我离开了 廖老师就来了 好 凤馨姐谢谢 凤馨姐刚刚已经分析吴云农了 但是说到这个吴云农 我相信 刚刚我说因为他又帅又有脑 然后有一个人就喊又 好了 侯岸婷 你来分析 来补充分析一下 因为你这个又帅又有脑嘛 对不对 因为目前他所推出来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就如同刚才凤莉姐所说的 虽然绿营要他去做攻击 但是他能攻击什么呢 就他能攻击王鸿威的什么呢 王鸿威能有什么样的缺点吗 王鸿威所提出来的政见 因为要比议会的经验 要比市政的经验 甚至要比国政的经验 那当然都是王鸿威远远的超过于吴云农 所以能攻击什么 我们只记得前一阵子 那顶多攻击王鸿威 然后去央视上讲讲话 就只能够如此 然后老招数的去做抹红 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攻击 而且那个攻击 实际上也掀不起波澜 就顶多就绿营的政论节目 骂了一天 大概也就结束了 所以实际上 虽然绿营的要他去做攻击 可是也实在没什么好攻击 因为毕竟王鸿威 也没有什么像陈时中那么讨人厌的地方 也没有所谓的仇恨直可言 大约也顶多就是传统蓝的跟绿的 绿的投不下去 如此而已 毕竟吴云农 他一开始的选举的战略跟部署就错了 因为补选的投票率很低 所以只有政党年性很高的人才会出来投 就只有基本的支持者 就是基本盘 所以他一开始 假设定位在所谓的中间选民 年轻选民 没有用因为他们不会来投票 那么反而是你的这些绿营的基本盘 都没有出来投 那当然你就会输掉这场选举 那么实际上就算是瞄准所谓的年轻跟中间选民 但是依照目前的路数来看 也仍然是得不到年轻人的青睐跟喜欢 因为你提的每一项政策 第一个也不是瞄准年轻人 然后你也没有讲的特别的优秀 也没有讲的特别的好 对 连Google都不会 对 他还要去跟唐凤补补课 对 我想到了 来不及 因为唐凤现在在送外卖 那刚才凤鲜有说 听到一个媒体故事说 他好像怎么一个录影都录不好了 然后讲话可以可以的 所以我才知道我有一次 其实是误会吴一农了 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的话 就吴一农在帮林静怡 还有林昌佐浮选的时候 讲话结结巴巴 对吧 讲不出来 然后只能够称赞蔡英文的袜子 当时大家都说 那他是不是吸了什么东西啊 或者他可能是喝醉酒恕醉啊 或者可能严重 可能是卡到阴鬼上身啊 就希望他去拜拜啦 但是一听这个前面的故事才发现 原来当天可能也不是 也不是第一次 或可能也不是意外的演出啦 好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每一个候选人都能够保持清醒 至少让我们媒体 要人间清醒 那么来看一下他所提出来的政策 因为双语教育 你知道 我刚刚 我其实今天听到他提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他中文常常卡卡的 是因为他英文比较好 也可能啦 也可能 有可能是不是 所以他刚好提这个政策 这不知道啦 那我们先来 从他的这个政策来做一下说明 因为双语教育在台北市 本来就算推动得非常早 那王宏威 王宏威议员也是非常早 就开始在做推动 那依照目前市政府本来的规划 大约到2026年 全台北市就都能够完成双语教育 没错 但是因为依照当前的一些 就失资的不足 要慢慢补足 因为补足失资 是比较耗费一些时间的 那我当时也在咨询 台北市的教育局长 认为说是很有可能会delay的 因为老师又不是说 你现在马上开班 马上就有老师 你还是要辅导 然后老师也是要受训 那当前其实我认为 他们都 Winno没有提到问题的核心 他顶多只是说什么 就是给小朋友买电脑 他就是我们要给 他说要用中央补助地方 来开办这个英文学习中心 公办民营 然后提供平价优质的 儿童英语绘画 及电脑程式的设计课程 他是在选市议员吗 也不是啊 他的第一个证件 那个讲白了就叫做补习班 原来他就是要开补习班 学习中心不就补习班吗 补助大家说英语 这不是那本英文杂志 大家说英语 所以然后就是给大家 怎么样补习费吗 就是补贴补习费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就是给电脑 那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来对症下药 因为当前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师资不足 师资的不足 以及如何让当前的老师更有诱因 因为现在的老师 他如果想要多取得 双语教师的执照 跟合可的话 他要经过考试 可是在现况底下 因为我也跟台北市教育局讨论过 现况底下就是 他能够取得的证照 那有什么样的一些福利跟优惠呢 就是他可以继续去受训 他可以到国外继续受训 好像是种惩罚吧 是种惩罚 对其实并没有 所以我当时建议说 其实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加薪 来一些薪资上的优惠 因为当前的福利可能是不够 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些政策 都没有真正的对症下药 都是比较表面上跟泛泛 就如同他提的松吉也好啦 或者是全民当兵也好啦 或者这一次的双语教育 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能够切中要害 所以就是真的是他连Google都不会 因为其实双语教育在 光我们台北市好了 早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只是查老师而已 对现在是查老师 所以他提到的这些种种的方式 就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也不算是很肤浅的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松山机场一样 好像说搬就搬啦 然后或者说等到2030年以后再搬啦 然后或者全民皆兵 全民在家当兵啦 都是蛮口号式的 所以这会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因为过去以来呢 对他一个所谓形象的塑造 他最早的人设呢 说他在高盛对吧 后来就来到台湾服役 然后呢就成为所谓的国防专业 那我昨天点出一个问题 就目前看下他一点都没有国防专业啊 当初所谓国防专业的人设 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而且理论上 如果服役就能是国防专业的话 那台湾30岁以上 每个男生都是国防专业啊 你只要服役就有国防专业 没有当过兵的就国防专业 那凯湾哥也有国防专业啊 凯湾有当过 你是几年兵 一年十个月 一年十个月 对啊 专业 那如果月年长的人 然后比吴亦农当得月久 是不是国防专业比他更大 尤其是海军那时候还要当三年四年的 那个很专业啊 所以他一开始说 因为我服役万一 我是国防专业 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因为他真正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财经专业跟金融专业 因为他是高盛嘛 他是讲说他自己是高盛背景啊 对吧 那就问题来了 为什么一开始他没有打的国防 他没有打的财经专业或金融专业 他是被fire 掉了吗 我想一想只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当初他自己说的 这所谓自己在高盛多不了不起 也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OK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假设他真的具有专业 对吧 假设他真的具有专业 可是呢 他不能用这个专业来做分析 跟来做立委选举的论述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一分析就发现 蔡英文做的太烂 他不敢分析 或者他可能一分析 分析发现什么呢 哇中国大陆经济前景太好了 2035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高盛分析 他不能讲 跟党中央立场违背 所以两个状况 一个是可能跟亮哥说的一样 第一个他没有脑子分析 第二个问题是他不敢分析 但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多 因为有可能就是 当时的幕僚在帮他做规划的时候 说你看你选举要有个形象 要有个专业啊 他说我的专业是财经 结果讲不讲之后 幕僚一听算了 我们还是帮你编一个国防 好帮你编一个国防 所以目前来看 但这整个都是蛮空洞的啦 那因此呢 我还是讲那句话 就是所以吴亦农 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当中呢 他也算是在草包界跟农包界当中 一个非常知名的优秀人物 对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让草包跟农包 达到这么彻底的一个地步 也是一项一个底层碑 但是你刚提到他的国防专业 哪里来的 我们看一下好了 他这两天他发言 他说他支持兵役 这个延长 所以因为国防部最近要提出来 但是国防部说还需要配套措施 所以他支持国防部 所以这件事变成不是他的政见 是国防部提的 他只是支持国防部而已 但是呢 却被两任的国防部长洗脸 像冯士宽说 那个渣男不要听他的 邱国正直接说 吴亦农是谁我不知道 所以到底他的国防专业 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自信讲这个话 朱海翔 我不觉得吴亦农有什么国防专业 所以讲到国防专业的话 其实纯粹就是2020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那场总统大选当中 其实民进党就是 完全在打抗中保台这一张牌 那吴亦农当时的选举策略 其实回想一下 其实根本什么也没讲 他就是用一个很帅气的人设 说高盛的经验放弃美国籍 回台湾当兵还当特战下士 然后呢这个什么精壮的肌肉啊 然后呢这个当兵时候的帅照 就纷纷出 纷纷的就是推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但其实他之则也会打这个人设 除了这个人设 确实听起来很漂亮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当时民进党整个主旋律 叫做抗中保台 然后呢叫做下架无私怀 所以还记得吗 2020年这个中山区 中山区你会看到这个吴亦农的看板 还有其实很多民进党立委 他的看板都好像是 每个全国都在跟吴思怀选举一样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时的行销 因为顺丰嘛 其实大家也没有追究这么多 你说有国防专业 那就有国防专业好了 因为大家这时候只记得 只要不断记得一句 这个是从美国回来当兵的 吴思怀是退伍之后去中国朝拜的 他就是不断要加强这样子的形象 于是呢 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方向去堆叠 然后就说他有国防专业 那现在呢 当然民进党是逆风了 然后呢 现在恐怕这个炒作下架 吴思怀也起不来之后 然后特别是今年 此时此刻的选举这场补选 又不像是2020年 全台湾所有从总统 包括总统到 到全台湾有这个 数十个立委选区都在选举 然后所以说可以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 选择性的 然后呢隐恶扬善 然后只想让人家看到 你想要看的一面就好了 现在就只有吴亦农 有一个在选 然后呢大环境跟风向 也对他不利 于是呢 这个所有的草包的 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那于是当时 并没有被详细检视过的 所谓国防专业 如今也被拿出来 请问一下 你当过特战下市 就代表你有国防专业吗 这完全没有道理啊 我也是下市退伍 我是宪兵下市退伍的 所以我也可以跳出来说 我有国防专业吗 当然我觉得我应该比林昌佐好一点 林昌佐我真的 闪尿不敢当兵人 然后他现在整天还在讲国防 他今天开一场记者会讨论的 就是国防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林昌佐能够 能够先回去把兵当完 不然你这个 这个吓到闪尿不敢当兵的人 跟人家讲什么国防 国防专业 你要训练什么呢 不如就先从训练 你不会失禁开始吧 如果上战场尿了之后 每个人还要吸行一些迷彩尿布 那岂不是造成这个国防上面很大的负担吗 所以好不好 先不讲林昌佐 后来讲吴一农 我也是下市退伍 我敢说我有国防专业吗 好啦也不要说下市 就一定没有国防专业 而是仔细去检视 他所提出的一些这些内容 像最近其实也很多人认真在思考 所谓国土防卫部队到底是要干什么 然后结果呢 最近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吴一农测意 叫做林颖梦的吗 这个一点多趴 然后退伍的 他就来讲说 国土防卫部队政见不成熟 怎样怎样 他要帮这件事情护航 结果尹梦疑似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他搞不清楚所谓国土防卫部队 就吴一农讲这些 跟美国的国民兵 他错误举例举到美国的国民兵 殊不知人家美国的国民兵 是跟美军 几乎是要受一样的心训入武的训练 而且人家是吃国家军饷的 国家军饷 然后好像在一段管制的期间 每周都还要回去 受一定程度的训练 然后就算你没有常住在这个军营当中 你也是这个随时有一段管制期 不是像我们这种什么在家当兵 玩电玩手把 就以为可以操作无人机杀敌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就是整个又是大翻车 不过他已经落选了 我也是不想再多谈他什么 但是呢 就回来讲 这个国土防卫部队 似乎你连要护航的人 都不知道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于是你就瞎找了一些什么国民兵 这种东西来护航 那吴亦农自己知道吗 吴亦农自己知道吗 而且重点是 你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战力 连现在在军中服役四个月或一年的 大家都不认为有效的战力了 那退而求其次后备好了 曾前两年 还没有在国府防卫部队的时候 在讨论是后备疫啊 不过什么教招是不是要变得很精实啊 后备疫是不是要扩充到什么18个旅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结果呢 在立法院面临有什么问题 就是国防部根本编不出这笔钱来啊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 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Co快点购 扫一下